Magic Box 找亮点 可以用呢 例如今天我和我的朋友约吃饭 我就问他说 Do you have a place in mind? Do you have a place in mind? 你有想到什么地方吗? 那如果你朋友真的有想吃的餐厅 那就可以说 I do have a place in mind I do have a place in mind 我还真的心里有个想吃的餐厅耶 那如果他真的也不知道吃什么 你可能就会听到 I don't have any places in mind 我想不到要去哪一间餐厅耶 那have something in mind 其实呢就跟 think of something的意思很类似 像刚刚的 想不到要去哪一间餐厅 我们也可以说 I can't think of any places I can't think of any places 这边呢我们加码 多送大家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我们也跟这个想是有关系的 它的意思呢是 想出什么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something 例如你亲人朋友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人呢 这个点子特别多 我们要说他总是能够想出好点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he or she always comes up with great ideas he or she always comes up with great ideas 跟想有关的片语 不一定会用到think这个动词呢 那大家可以把这些用法练习练习熟悉一下哦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练习时间啦 又要验收大家一下 考考你们 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 你觉得谁是奔上最棒的人 你要怎么表达 我心里已经有个人选了 这样的英文呢 不要走开哦 答案即将即小 The answer is I already have someone in mind 你答对了吗